嗨 大家好 我是思雨老師 絲瓜的是下雨的雨 嗨思雨老師 好久不見 奶爸 那我們今天到妳這邊來 可以跟我們簡單說明一下 妳是過去的經歷呢 好啊 我過去經歷其實有一點多 我來跟大家附送一下 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面善 因為面善的原因是因為我之前在 知名的電視節目就是 長青的秘密好好玩 擔任過一年的原成公關零數的 轉運的老師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我很面善 那我也有上過一些女人要有錢啊 金頭腦節目啊 就是最強命理師那一集 那最近的話應該在那個 同學搞什麼鬼的特別來賓節目 可能看到我 那東森新聞的3600秒啊 還有之後還有一些節目 因為一邊還在錄 那都還沒有曝光 那中國時報啦 還有蘋果日報啦 很多報章媒體都有 那我最近其實是跟 時報週刊啦 有合作 所以大家可能在雜誌上 可能也會看得到我的露出 那我最主要是在裡面是講那個 星座擔心啦 就是用陶螺牌的方式 那因為我會的工具其實比較多 所以就有跟時報週刊 就做合作 有版面的露出 哇 好棒 謝謝 歡迎大家買時報週刊 可不可以跟我們大致介紹一下 你主要提供的服務項目呢 我的核心商品其實最主要 一開始的時候 2013年的時候 其實是 官員城轉運輸 那關我們的心靈殿堂 靈魂居住的地方 那個地方打掃乾淨你的運勢就不一樣 其實就跟吸引力法則是一樣的 你要吸引好的東西你的內裝要好 然後你可以去達到一個禪修禪定的一個工夫 也是一個歷程 對 那我的第二個核心商品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有出書 叫做親愛的你很好 那為什麼會出這本書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分享了一個經驗 它是我的 07年我在07年出了一個車禍 左半邊癱瘓 然後慢慢復健過來的歷程 我把它寫成書 那還有就是我協助了很多的客人 他可能有一些情傷啊 或者是一些意外的災害 親人往生等等的 那他可能走不過來 那我就把服務他們的那個經歷過程 然後把它就是集結在這本書裡面 所以也歡迎大家可以就是上網找一下這本書 然後我自己還有牌卡 就叫做創傷療癒牌卡 這些牌卡其實就是因為有些孩子啊 他可能從小家庭裡面有家的家庭的暴力 或者是有遇過一些性侵啊 那他們對於這種可愛的畫風的牌卡 他們是比較能夠親民的 比較願意接近的 那很多宅男宅女也可以透過他 然後來接近他想要接近的女孩子對象 我們也嘗試了就是一整年的宅男宅女的婚配 然後也是用這一套牌 那也有一些老人關懷也是用這一套牌 所以我覺得他的使用範圍其實是非常廣的 那最主要是一邊聊天一邊教育彼此 然後一邊正向的成長 所以叫做療癒牌卡 這個也有請上網買 或者找幸運女神事務所 我的公司 所以只要上網搜尋幸運女神事務所 就可以找到我 OK 老師最近好像比較少在台灣 所以是也跑到大陸去 對我現在有一半的時間在台灣 然後一半時間在大陸 那為什麼會有大陸的開課機會呢 其實是2015年的時候 就我的學生 那內地的學生他們就翻牆到FB 然後我還記得那一年我剛好在香港機場 然後他就邀約我 就跟他聊上了天 然後我當時就是一個感覺 因為我的直覺力非常的強 然後我就覺得一時間到了 其實他關注我大概四年的時間 之前他邀約我 我都是拒絕他 但是那一年我就特別有一些感覺 我覺得一時間到了 而且我指名的地點就是在北京 所以我現在的公司也是開在北京 在大陸的時候 有沒有哪些網路行銷工具是你用上的 有耶 還蠻多的 譬如說像直播的部分就有簽聊 然後還有荔枝 那簽聊他早期其實是語音線上課程的部分 然後到慢慢現在他也轉型成可以直播 然後甚至是你錄好之後剪輯之後再放上去 然後荔枝也是一樣 那他們兩個 因為兩個平台都在互相比較 而且內地其實有很多的那個直播工具跟媒體 非常多 我的手機打開來就有六個 那以前我會想說為了要曝光 所以我就每一個都錄一點錄一點 然後就發現不聚焦 所以後來我就把它切成兩個 就是台灣公司用簽聊 然後大陸的樂懷公司 我們就用荔枝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掌門人的部分 我們也是另外有在學習研究的 所以思玉老師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也蠻多的嘛 對這個是我們早期就是台灣 這邊就是有經常錄影啊 然後從奶爸這邊學習到一些技術 我就開始試著錄影 錄影就開始放在YouTube上面 對然後他就會開始做一個輪播的效應 然後還有打廣告 那我們一直在學習如何去把影片行銷 把它弄得更順 對 那思玉老師其中一個專長就是圓成功 對轉運輸 然後圓成功轉運輸 那想請問一下你的客戶如果說要請你提供這個圓成功的服務的話 一定要面對面嗎 我會推薦面對面 因為面對面的好處是他的當下的一個能量廠 跟我是可以很直接的去服務到他 然後他也可以就是直接就是學習一堂課 那對於客人來講很多的客人會問說 老師難道我不方便來啊 我難道不能遠距離嗎 那因為遠距離有分不同的方式 因為遠距離就是我來幫助你 來做一個代官的動作 那我常常講說你自己打掃家裡 跟我幫你打掃家裡 他會有一點點不同的地方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必須要約定好時間 比如說我現在跟你約下午三點鐘 那在下午三點鐘的時間 你的靈魂意願開放你的能量空間給我 那我也在那個時間來很專注的去幫你去整理你自己的圓成的狀態 心靈殿堂的乾淨度 然後遇到的問題我會幫你記錄下來 然後會約在晚上晚上的時間 然後給你做一個回覆 或者是有的時候安排回覆 可能是在隔天回覆你 就是我幫你整理的狀況是什麼 然後會做一個那個電話上的一個回覆 那因為現在網路很發達嘛 可能會用微信回覆啊 可能會用skype的電話回覆都有可能 那因為現在房間有一些老師們 他們可能會說 或者是我自己教出來的學生啦 他們為了很急 想要有一些趕快有個案 所以他們可能會直接用skype 或者是微信 或者用其他的line啊 或其他的語音 網路語音 直接就是現場直接做一個調整 那他們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既然是講能量 所以在能量不穩定的時候 或者是太陽風暴比較大的時候 它的那個量子風一直在撞擊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通訊會不良 那水晶疫情的時候更會是這樣 它會一直斷線一直斷線一直斷線 那其實在能量上它其實是卡的 是受阻礙的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 如果可能的話就是盡量是面對面 那如果說真的要遠距離的話 真的要選好老師 然後約定好時間 然後再做這樣子比較穩定的方式 來做一下能量上的調整比較好 嗨思雨老師 嗨 今天很高興到思雨老師這邊來做採訪 這三年來其實我看到思雨老師的成長蠻大的 而且還發展到對岸去了 是兩岸三地 兩岸三地 所以越做越好 我覺得思雨老師的那個 在對於自己的工作上面 抱持了非常高道德的標準 謝謝 跟我本身照說 網路型號懶人包學員的道德感 是一樣強的 對,是一致的 對,所以很高興今天過來 然後也聽到思雨老師在對岸發展也蠻不錯的 我們也期望你將來可以發展得更好 好呀,謝謝奶爸 那趕快再看一下你的書好不好 讓人家知道一下 我的書 親愛的你很好 對,親愛的你很好 那這本書可以對什麼樣的人有幫助呢? 因為這本書啊 其實是就是 07年出車禍之後 昨半邊癱瘓的一個創傷症候群 PTSD縮寫 其實網路上查這個名稱 其實都能夠找到對應的詞 那因為他會經歷過五個階段 就是每個人都不曉得他的那個失控的階段 所以就會對於可能出車禍啦 意外啦 或者是親人突然往生啦 然後或者是性侵暴力 氣暴案或者是地震 空難 這些朋友們他都有些幫助 那你今天如果身為他們的朋友 那如果你知道怎麼樣去對應這些 正在經歷這些難過的一些朋友 你也會知道怎麼跟他們相處 才不會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衝突 磨合啦 可以縮短之間 他們的療癒的時間 嗯 所以其實這本書售價多少? 售價 兩百多塊 對兩百多塊 但是網路上都有打折 大概一百多了吧 現在 所以其實一本薄薄的書 其實這本不會很厚 但是它可以幫助很多人 所以很建議大家趕快去買來看 趕快來看一下 對好 那今天感謝詩翼老師接受我們採訪 謝謝 謝謝 Yeah 掰掰 大家介紹一下是怎麼用 好啊 我這個牌卡 其實它有很多種顏色 就是紅塵黃綠藍 然後有不同的牌卡 然後都發的很可愛 然後呢 我改它取名叫創傷療癒卡 是因為我一開始的發行 就是希望能夠幫助到 其實現在小孩子應該也還是會遇到霸凌事件嘛 霸凌也有 然後性侵暴力啊 像 我自己沒有什麼創傷的感覺 我需要用到它嗎 最主要是 它其實是一個情緒卡 也就是說在心理學裡面來講 就每個人都有情緒啊 所以一般人情緒失控的時候 就可以拿出來翻一下 知道一下 你現在對於這件事情 你的看法 是不是如你表意式想到的這個樣子 我現在在你這邊感覺很平靜 我有方法玩這個牌卡嗎 可以 因為它就是一個現在機器 而且它還可以拿來做企業諮商 企業諮商 那我們開始應該怎麼做 首先是先洗牌 那它的玩法 我自己的那個牌卡裡面 它其實就有設計就是三種玩法 上面都有寫一二三 那人多的時候才能夠玩到第三種玩法 互相送禮物 隨便抽一張嗎 對你可以抽三張 抽三張 好 三張 小助手來一下好不好 三張 好 那我讓小助手也抽三張 其實它這個在同樂會的時候 也可以設一樣玩啦 太棒了 外蓋重三張 對抽三張 因為我們只有三張 是我們那個四人的那個遊戲 對 四人三人都可以 OK 好 然後呢 這三張是我的 對 然後就打開 打開不要給別人看哦 我自己打開 對自己打開要不要給別人看 好 那通常我都會說 這個就是你現在的狀牌 你可以給鏡頭看一下嗎 你可以給鏡頭看 你可以給鏡頭看 好 然後呢我們就要送禮物 送禮物給對方 送禮物給對方 對 因為裡面有好的牌 也有壞的牌啊 那壞的牌 你要如何去逆轉正給對方 這樣子 所以 所以就會說一些好話 譬如說我先示範 我先開始 譬如說 我就送給奶爸淘氣 淘氣這張牌 那淘氣這張牌 就是告訴你說 你在那個生活中 還有你在做事業上 可以就是開開心心 然後就像這個很淘氣的 小孩子一樣 玩法 可以很開心的去 跟大家去做互動 然後 一邊玩樂 一邊可以產生一些自信 因為他的內圈是黃色的 好 然後再來我就要送給他 好 那我送給他孤獨好了 我送給他 幫我逆轉正 好 因為孤獨這件事情啊 是在上位者 才會經常會遇到的事情 也就是說 我用這種方式來鼓勵他 就是越做越好 然後 要學習什麼叫做領導 而不是永遠的 把自己當個基礎員工在做事 要懂得職權下放 好 感受一下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然後把自己一張留給自己 所以兩張要送出去給別人就對了 因為有兩個朋友嘛 這個團體活動就可以這樣子玩 好 所以不管這個牌上面寫的字面是 負面的或正面的 都可以送給別人 都可以送給別人 OK 好 那你要送嗎 還是要讓他先送 好那你先送 好那我要先送給奶爸一張牌 送給他很好的牌 好 送給奶爸的是幸福 這張牌其實是非常的可愛 謝謝 那就是希望說奶爸就是 因為看到你就是有一種非常正能量的感覺 希望你可以沐浴在這個粉紅色的泡泡裡面 你懂嗎 受到愛的滋潤 跟包圍 因為他老婆對他每次愛妻變擋 一直都有的 真的嗎 應該送回來才對 沒有啦 那接著我要送給思雨老師一張牌 就是 來吧 我頂得住 天啟 希望說老師 現在遇到的一些狀況啊 可以就是讓你有很好的指引 繼續走下去這樣子 就是烏雲之下 可是就可以 好 太好了 謝謝你 好 所以我現在要送送給小助理 怎麼稱呼 小助理就好 小助理 小助理滿足 謝謝 希望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讓自己感到很滿足 嗯 然後送給思雨老師 嗯 我覺得看他這時候他就會在猶豫了 到底哪個要留給自己 哪個要給出去 這個其實也是在這個遊戲裡面的精華的一環 因為當人數越多 特別是你抽到一個不好的牌 跟好的牌 到底哪個要留給自己 對 有一個很負面的 然後有一個 就會交戰 有一個很像我自己的 你可以把它轉換 所以他就會想說很像自己的 是不是應該要留給自己 然後 那就把好的留給自己 都可以啦 可是他也沒有什麼好壞 他只是對我的形容很貼切 對好 無法跟我自己很像的送給你 這個就叫羞怯 羞怯 因為羞怯其實是很代表我的個人的內心 對 比較害羞 對 對我比較害羞 對 所以這張給思雨老師 然後 我自己的可以講出來嗎? 可以啊 可以講出來 這張叫罪惡 罪惡 罪惡這張送給思雨老師 我覺得怪怪的 哈哈哈 可是可以轉化 我本來是想說 因為思雨老師他可以幫很多內心罪惡的人洗刷掉 然後改成正向的人 所以本來是想把這張給你 可是想一想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我應該留給我自己也可以啦 嗯 就是其實 每個人都有罪惡的一面嘛 那如果我這張給我自己的話 就是我自己會警惕自己 將來也是盡量保持比較高道的標準去待人處事 然後免除掉這些自己的罪惡 是 因為基督徒都有講到每個人都有罪 所以我覺得這個罪惡來講也是合理的啦 是 他就把罪惡留給自己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好 這張牌啊 因為奶爸爸他這張留給自己 可是這張牌其實送給我也ok 因為他就會提醒我瘦身有沒有 哈哈哈 瘦身 對啊 因為吃東西之後又吐出來 然後這邊踩棒蹭他其實就是一個來回悠悠求的效應 但是因為奶爸沒想到這件事情 他就把這張牌留給他自己 所以 任何的一張牌他其實都可以有一些互動 那最主要是大家會去掙扎 就是哪一些是留給自己的 那有些人是習慣把好的都送出去 好 就是喜歡去照顧別人 然後把壞的都自己承受 那有些人是把好的給自己 把好的給自己 然後呢 很厲害的地方是他可以把 不好的東西 逆轉正來給別人 好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也是反應另一種 讓他自覺 你現在的狀態 到底是不是你比較受傷 還是你其實ok 那一開始抽到的牌 好 是你當下的自己的牌 那現在交換完之後是別人眼中的你 別人眼中的你 對 別人眼中的你 你給大家 你看像小助理會把幸福給你 是因為你給大家看起來很開心 很陽光 然後又幸福沒買愛妻便當 去給你給你幸福 好 然後我每次看到你 每次回國看到你 都是淘淘氣氣的在玩你的影片 然後活潑的 對 所以這個就是別人眼中的你 所以相對的我也是啊 大家給到我的 我其實 對 我其實已經很挑戰了啦 做直播 我一點一點在嘗試 因為我對於直播 我自己的卡螺絲啦 講錯話啦 這種要求我其實也蠻多的 所以這個修卷其實還蠻符合我這一塊 對 好 然後天啟也是大家都知道嘛 在台灣其實 天啟是什麼意思 天啟其實就是說 有一些靈感會下來 然後有一些神明或是神性的引發 然後你可以有一些指引 那我們講到神性 像基督徒就會講到說 我可以聽得到主在跟我說話 或者是主給我的一些指引 那他其實在心理學來講的話 是高我的連接 高我的神性的連接 那在佛教徒啊 或者是道教啊 都是他就是一個靈感下來 然後你自己會不會去依照你內心的那種聲音 然後去指引你正確的方向 好 他是一個良善的一個指引方向 然後人越多他就可以玩 這是其中一種 好 大家可以去做一個人際上的教導 就是一般人可以這麼做 那如果說你周遭剛好有 就是正在經歷創傷的人 情商的人 他其實看到這樣子的牌 或者是抽跟你玩這些遊戲的時候 他可以去解決他當下的問題 他可以知道他自己的盲點 然後可以去說出他自己的故事 叫做敘事療癒法 在心理學裡面來講 那我也用他來搭配藝術治療 那他其實就可以去協助這方面的人 那所以我有開課 對然後如果上完課上到教練班 他也可以領那個美國的國際的證照 是創傷療癒治療師的證照 哇這個也有證照 對有國際證照 好 所以我剛剛的感覺就是說 兩張是別人送給我的卡 就代表別人對我的感覺 對我給別人的印象 那我自己留給我自己的這張 我就比較不懂它的意義 那應該怎麼去解釋 我自己為什麼會留這張給自己 你剛剛其實有說到啦 因為你的選擇的標準是 你是先為他人想 覺得這張牌給我怪怪的 所以你覺得 把你比較有把握的給我 然後把你自己沒把握的 然後提醒你自己 也就是說你是用提醒自己的方式 把這張牌留在你身上 所以你在做人處事上 你也比較是用這種提醒自己的方式來做 那這張牌啊 奶爸所留下來的這張牌啊 它的外圈是黃色的 黃色的脈輪是我們的胃輪 也就是它的胃的狀況 可能會比較實實擔心 然後呢 它自己的內圈是紫色的 是我們的頂輪 就是內在想的比較多一點點 那它就會比較有些反覆 因為這張是反覆的牌 反覆去詢問自己這樣做好嗎 然後來提升 那黃金蟲它又是賺錢的動力 所以它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透過一些反覆的一個自問自答的方式 然後從裡面去獲得一些答案 然後來創造一些財富 這個是奶爸的 哇 剛剛講的這張蠻準的喔 一定是啊 真的耶 你說黃色胃比較不好 對我的胃從小就不好 然後你說這個紫色這個會常常反覆思考事情 這個也蠻準的 是 這是對應我們的七個脈輪 七個脈輪 七個脈輪是什麼意思 紅塵黃綠藍電子 好 從女生的子宮左火 或者是男生的生殖器是紅色的脈輪 那 硬度的七脈輪 對 硬度的七脈輪 好 卡巴拉 卡巴拉也有 然後這個就是紅色的脈輪 那它是對應到我們的生活積極度 動力 耐心耐力 或者是你自己是不是憤怒 好 好 焦慮不安啊 這些都是我們的紅色的元素 好 那橘色是什麼呢 橘色是我們的肚臍 脊帶 好 那大部分 比如說你看像我啊 我跟小秘書都拿到有沒有控制 好 那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大腸小腸跟媽媽之間的連結 幾代就想到媽媽 好 媽媽跟你之間的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 然後你的大小腸排便不好 這幾個問題 你會發現怎麼多女生有這個困擾 哇 那我怎麼會 我要怎麼知道那麼多 你剛講的這些知識 是歡迎來上課 好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線上課程了 所以光是療癒卡就可以學到這麼多東西 是的 有色彩學 心理學 然後還有NLP 我也融在裡面了 所以在解釋上就可以寫說 你可以做一個成功的助人者 如果今天你想要幫助別人幫助自己 就歡迎來學習 我本來以為創傷療癒卡是一個很簡單的課程 這樣聽起來好像蠻大的課程 對啊 每一張卡都可以做那麼多種解釋 要學好多東西 是 他也可以做很簡單的應用 對 他就是簡單的應用 所以我的初階課其實就是非常的簡單 其實線上課程只有兩個多小時而已 學完其實基礎的你都已經會了 謝謝司翊老師 謝謝奶爸 感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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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謝謝 謝謝 謝謝